各位网友大家好 天气真的常常都变幻莫测 又暖又湿又冷 很容易病 但是有些人就说不怕的我做运动身体健康 做运动身体健康这个固然是 但是其实都容易 有些问题我们不知道 会导致我们突然之间出现了中风 因为有20岁的男子 很年轻 做运动半边坦中了风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 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请大家给个like支持一下 话说有一位20岁的男子 在天寒气动的情况下出现打球 打球之后突然之间 半边身痰瘫 他是什么事被波散了 还是什么 他还是拉伤什么事 不知道 他送了进医院 经过医生检查之后 发现这个男子的脑部 出现了缺血性中风 因为缺氧缺血 照超声波之后发现了 是右颈动物撕裂 导致脑部缺氧 为什么会无端端右边颈动物撕裂 他是不是吃波饼 但是其实你吃波饼应该不会这么严重 是不是 好 医生了解一下 男子 看起来没有外伤 家人就说 原来这位20岁 在病发之前 就去按摩 按摩 哎呀 按摩什么呢 按摩脖子 所以 因此推断按摩期间 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一些 你知道外面的 咕骨 或者我不知道你哪里咕骨 北上咕骨 你不是专业的 即使专业也不会刻意 特意 走去扭你的颈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扭你的颈 就说扭你的颈 导致到颈部的血管受损 由于这个男子 颈动物撕裂 令到血液 即是流入 血管的 血壁 血管壁 导致肿脏 令到血管的腔被擠压 出现了这个血液 出现了中风 你想想 按脖子 按脖子很容易出事 之前 网上我们也看到 分享过 这些危害 有些人扭到脖子 弄了炮 瘫了 有些很危险 按摩姐姐 帮你扭一下脖子 或者甚至乎 会不会拍 你又喜欢 锁 你一个不觉意 不懂那些真是收工的 所以不要乱按 你很多年轻的一族 因为 上去 或者 不一定上去 出去 不知什么 不是专业的 没有牌的 专业执照 他走去捏骨 然后捏捏就出事 试过也有个女孩也是这样 因为突然之间中风 大面积老梗 然后 半边 说不了话 没手 没力 也是 按摩之后 又不是立即出现的 这些征作 话说这个男孩 另外那个是22岁的女孩 就是 又是突然之间这样 然后送去医院 医院检查就发现 又是有这些中风迹着 医生又发现了原来 他在事发前两天 跑去按摩 就怀疑又是按摩出事 其实有些医生提醒 我们做按摩尽量少做颈部的推拿和按摩 另外三肢高血压 不是三肢 三肢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 颈椎病患者和骨质疏松 食肥瘾药偏头痛 基纤维发育不好的人 有机会颈椎脱落 血管 脑血管这些危险因素的患者 都不要走去麻木按摩 随时会发生中风 因为 会导致到我们的血管里面 出事 真的很危险 有三个位置 经常都说危险三个位置 如果你侧面看 我们 下巴 你以珠对落 下巴伸一条线 你以珠对落 直线到胸骨 下巴伸一条线 下巴伸一条线 对上三个位置 即是颈颈 我们 旁边两条 两边 那三个位置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两边 有血管的 动物 上头 如果 不懂 两边一起捏的话 你很容易出现了问题 就像别人捏着你的颈 为什么会突然暈 缺血暈 因为你两条动物 同时没有营养上的脑子 就会出现了缺血的风险 所以 你捏 有些人不懂得捏 两边跟你在一起 两只手在一起 搓搓搓 搓搓搓搓 另外 我们 颈 颈动蜜斗 有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叫颈动蜜斗 就是我们身体压力的感测器 如果我们的心跳血压 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它会跑去调节 如果你突然没什么要做 你跑去刺激一下它 身体就以为有问题 那就会调整你的心跳和血压 你这样做 骗 会出现了心律不正 或者身体就会有问题 另外 颈动蜜 因为颈动蜜里面会有一些 血管内壁有些 斑块 如果斑块脱落 你经过按摩 它不会立即到 不会立即 有问题 可能你 突然骨头走出去 突然暈倒了 就是这些斑块脱落 上了你的脑血管上 塞了 导致中风 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 其实原来 还有一些情况 都会容易中风 就是 告诉大家 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除了刚才 不适当的 颈部头部按摩 那么 有些人会经常做 经常在自己扭着颈部 很过瘾 在扭着 你不小心 断裂了 你会出事 另外 另一个 我们试过的 听过有些这样的意外 去洗头 因为它不是有个盘子 躺在这里 然后承着你的脖子 你的头不是仰后的 有时候你因为那个位置 可能是压住了 然后你这个头 仰后很容易出现了 这些 就是 问题出现 另外 也会有这个 叫做剋裂 在那里扭着身 扭着身 这个也会有机会 导致你中风 好了 这个也会 用力打黑刺 那个压力 或是咳 也会的 咳爆了 咳爆了 当然 其实也要看看 你自己平时 身体有没有什么症状 举例 举例 刚才 你 洗完头 躺下洗头 如果之后你持续的头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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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或者出现头晕半边身没力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去看医生 因为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些颈动脈撕裂 有4类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了这些颈动脈撕裂 刚才说的 什么三高啊 高血压 胆固醇过高 这些是必然的 另外就说血管本身比较脆弱 还有吃烟的人 所以 大家都要留意 不要 弄傷你的颈子 所以你不要经常被人 走的脸 有些人 会的 很过瘾的 腰骨 其实不要 你很容易 更糟糕 是吧 你那些不懂的 我都说我不敢 被人 弄个头 找MISS专业 你随便找我去那些地方 洗澡骨的地方 帮你 你轻轻的手指弓 捏一下我的头骨 可以的 当是松下没问题 我觉得当是松下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 你不断把头弄来弄去 我怕我弄掉 我怕我突然会 一命污呼 在骨床上 真的有新闻 很肉酸 不要 我宁愿 你黏一下算数 不要搞 所以 大家真的要小心 整个讲小心 有些 方法可以预防中风 因为始终 血管的塞 或是爆 都会导致中风 怎样预防中风 不烟不走 当然 这件事 烟走过多 什么病 好多是 另外 之前都经常说 吃这些公仔面 无益的食物 因为我们要保持均行饮食 尽量吃低脂的食物 减少吃高盐的食物 所以我们这些公仔面 不要餐餐吃 还有吃的罐头 午餐肉 腸 全部都很重的 味道 就算你不吃这些罐头 你出去吃饭 有时候也是 下重手了 下油 油 又多 煎炒煮叉 好吃 味道就好了 但是 吃得太多 也是很危险的 另外 做运动 这些都是 必然之选 控制自己的体重 都要的 你不要有他 但是 就像近期说的 贾玲 内地这位导演 他那部电影 很重的 激减减到 出现马甲线 其实 有些人 一看到自己身形 有肥胖 就会 卖命做运动 又说 用好自己的肚炮方法 去练习 其实这个 绝对不好 其实内藏很差 对不对 你用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我们用 调节 哪些位置多了 哪些位置少了 你去调整 你的身体自然回复正常水平 你吃多了 少了运动 你就会肥了 你吃少一点 做多些运动 那就行了 而不是你说 我不吃这东西 又不做运动 就想着 就可以做得到 这东西 绝对伤害 你的身体 中伤 所以另外一件事就是 关乎你的休息 香港人经常说 生活接受急速 睡觉时间 少了 有睡觉不睡 玩手机 等等 这些之类 可以的话 尽量睡觉 足够 不要经常 那么紧张 可以检查自己的血管 摸一下脚掌 因为手腕位 动物 摸一下墨薄的强弱 另外 按一下手指 手指甲 另外就看看会不会出现那些 小腿 青筋暴现 经常说的青筋 青筋暴现 经常说 静脈曲张 静脈曲张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 静脈突起代表静脈回流 受到了 受到了 压力升高 所以 这些可能要留意一下 平时有没有做掌上压 如果你有的话 青筋突起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的手 如果没有的话 手手脚脚常常都 青筋突起 可能静脈反 有问题了 可能你就要去看医生 另外你可以做一些简单测试 扎实拳头30秒之后 扎实 如果 送开在3秒内 你可以短时间恢复正常 颜色 代表你心血管的 弹性好了 如果 你的手掌由白转红时间越短 血管回弹性越好 这件事 可以 做一个测试 有时候 当然如果你经常头晕头痛的话 你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究竟出现了 问题了 另外 还有 通血管的食物 不要有那么多杂质 在血管上 洋葱 洋葱有益 可以保护到血管 不被破坏 蒜的也有益 合途也有益 不要吃那么多 適量 这些东西要吃適量 鱼 Omega3经常说鱼有益 我很喜欢吃鱼 我真的超喜欢吃鱼 有些人会觉得 很简单的 你给蒸鱼我都可以 当一餐 所以告诉大家 饮食方面 运动方面 日常生活的习惯 都是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不想突然之间 年轻人 20岁都会中风 为什么呢 就是关乎按摩这些东西 所以跟我们的 平时的自己做的什么 可能也有关 好 今集时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